在家自制炒酸奶是一种什么铁 高价购入一台炒冰机 给我发的还是粉色的 不是这也太粉嫩了吧 他说有两个塑料铲 但是我这怎么只有一个呢 这个它确实是一个也分不开 这个炒冰机它不插电 要先放冰箱里冷冻12个小时才能用 冻一下 OK这个盘子冷冻好了 应该可以开始做了 它上面是凉凉的 我之前看说是万物皆可炒酸奶 炒巧克力酱的炒零食的 还有炒棉花糖的 但是咱这第一次做 先来一锅基础的炒水果的 先来个水晶葡萄炒酸奶 葡萄我们先给它切碎 我给它切成这种小块 我这边刚切碎 它底下已经开始形成冰了 有点没事 还好我家还有别的铲 但是用的不爽 它得两个铲子这样才爽 只能说浆就用了 这小手法感觉有点专业了 炒的差不多 然后我们倒一盒酸奶进来 我用的是纯真的铲酸奶 这盖子一跳了 好吃 说实话 我都不记得我吃过炒酸奶 我是知道有这个玩意儿 但是我还没吃过 但是我见过别人炒 开炒 第一锅咱做的是水晶葡萄炒酸奶 OK 我觉得挺烂乎了 然后给它平铺一下 平铺等它结成那个块 是不是 好像得等个10分钟20分钟的 等着吧 第一锅炒酸奶 希望它能成功 舔了一下铲子 好冰啊 好好吃啊 我觉得差不多了 该给它切块了 我这一铲子下去 我心都凉了 没冻上啊 不是很冻 有点吸软 炒冰鸡不行啊 这也 这没冻成那种硬邦的块啊 但是它整体来说呢 有点成型了 可能一开始在那个冰箱里冻的时间不够长 但是这样我觉得也挺好 第一锅啊 水晶葡萄炒酸奶 哇 好吃啊 它这个状态不是炒酸奶那种嘎蹦硬的那种 它里边是这种冰沙的状态 稍微软一点 我感觉也不错啊 它有的地方没冻的那么硬啊 里头充满了这个葡萄果肉 第二个我们来做个小零食的 酸奶先给它倒里头 我用的是这个蟹小蝉定制新包装的纯真蝉酸奶 之前是120克的 现在加量了30克 能做更多炒酸奶了 还有独立的小料包 里面有扁桃仁脆 优脆乳 冻干火龙果丁和挑子糖 这个酸奶平时用来结结肠也非常不错啊 不过咱们看看做成炒酸奶是什么样的感觉 酸奶到里头给它平铺一下 哇 这个冻了一晚上 今天感觉这个威力不错啊 酸奶放上去就感觉有点结块了 昨天那个冻的时间有点少 现在底下就已经结成一块 哇 这炒酸奶外头卖一份多少钱啊 昨天不是用了一盒炒酸奶吗 然后那里边的零食还有一袋 我都给它加进去 能不能听到劈拉劈拉的声音 这个零食包里头有跳跳糖 已经在里边开跳了 我就炒一炒吧 瞎人们说实话 这个做的真解压啊 今天这个冻的太不错了 凝固的很快 现在都已经结块了 我给它缠起来 让它重新截一下 它这个料很多啊 所以这个表面很难弄平整 OK让它冷冻成块啊 OK 这次啊 棒棒的 绝对可以了 切成网格 这次动的也太硬了吧 哎呦我 我现在是切成网格 它怎么自己直接 开了呢 也行 也行吧 那就 不规则 它就不规则吧 我现在整成小方块呢 那就这样吧 它没有一个形状 是我预料到的啊 没事没事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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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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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个比第一锅做的好多了 熟能生巧了说是 真的不错哦 对比咱们第一次做那玩意 真的不错啊 这次是真的是冻成块了 我们来尝一块吧 夹杂着很多小料的炒酸奶 嗯 非常好吃 自己做出来的炒酸奶 原来是这种味道 酸奶里边夹杂着很多这个小料 都是非油炸非蓬化的 炒酸奶好不好吃 真的很挑酸奶 你的酸奶好吃 这个炒出来也很好吃 冰冰凉凉的 这个酸奶也是用真正生牛乳发酵 里边老多蛋白质的 好吃还营养 而且这次还有四款超可爱的 谢小禅限定盲盒 好想带回家当我的桌面摆店 12月1日起 去猫猫搜索纯真旗舰店 参与谢小禅禅设 互动小程序 就有机会获得谢小禅限定盲盒和币轴 最后一个家人们来一个奥利奥的 我感觉奥利奥炒酸奶应该挺好吃 差不多碎了 上酸奶 我们混合均匀 我感觉这个应该很好吃 OK差不多了 给它平铺一下 炒了两次 我感觉也是炒酸奶的能手了 主要这玩意也不简单 不是主要这玩意也不难 OK静置个十几分钟 咱们的最后一盘 奥利奥炒酸奶也完事了 咱已经知道 它切不出来规则的东西了 就随便切吧 太容易铲飞了 这也 我这次是真的很成型 尝一尝吧 奥利奥炒酸奶 像一块大理石 好吃的 酸酸的口感 里边再夹炸着奥利奥碎 它非常搭配 这个炒酸奶真的是万物皆可炒 下次可以再试试炒点别的 唯一不足就是 有点太简单了 我这平常拍的都是长视频 这晚上几分钟做完了 但是真的挺不错 还挺好吃 以后谁来我家 必须先吃一顿炒酸奶 酸奶咱也必须再喝 是纯真蝉酸奶 OK如果喜欢明天视频 别忘了点赞关注 哦不OK OK OK